22年一级方程式赛季开赛在即 一个全新的时代到来逐渐进入倒数 上个星期一在Catalunya赛道举行了第一次季前测试 首度进行了22年新车第一次集中试车 话说在今年的赛季 除了与过往南辕北侧的车体规则以外 今年的赛季亦标示着过往许多规则漏洞的更改及修正 在赛事规则以及赛程上都有着不少的变化 这集的内容将会聚焦在 22年赛季重大技术规则的变动上 以及与过往规则有哪些差异 就目前所公布的赛程表来看 22年F1赛季开幕战敲定在3月18号与巴林赛道举行 上半季的赛程合计13站赛事 并在7月31号匈牙利战结束之后进入数休阶段 而下半季的赛程会从8月26号由比利时战开始 为因应与卡达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会在隔天开幕 年度闭幕战将会提早至11月20号与阿布达比Yas Marina赛道开赛 目前暂定拳击将会有与去年相同的22站赛事 除了像澳洲Albert Park 加拿大Jules Villeneuve赛道 新加坡滨海湾街市赛道 以及日本零路赛道等经典分战回归之外 今年第五站将在佛州迈阿密国际赛车场举行 将是围绕Hot Rock Stadium而建 总长5.41公里的街道型常规赛场 代表今年是自1984年以来 首次在美国举办两场分战的赛季 除此之外 今年确定会在Emola Red Bull Ring 以及Interlago三座赛场举行冲刺排位 同样是以100公里距离为限 代表在三座赛场将是21、24以及24圈的比赛圈数 以今年拳击的赛程安排上 大多会在连续两周的赛事之后有着两周的空档 不过从8月28号比利时战到10月9号日本战之间 七个星期的时间内 暂定将有五场分战包含一次Triple Header 大量的移动以及密集的赛程 想当然对于车队及车手的节奏调整相当看重 那当然在疫情以及地缘局势影响之下 分战仍有更动以及取消的可能 因此不能断言今年的赛程会全部如期举办 关于22年赛季起适用的技术规则 除了尘封近40载的异地效应底盘重出江湖 以及更为简化的车身空力之外 今年各家车队在赛事期间所使用的燃料 升值酒精比例将会从原先的5.75%提升至10% 也就是所谓的E10升值燃油 由于这类型的升值燃料的燃烧效率会较过往的传统石化燃料来的差 红军就估计22年的新车会比21年的赛车少上至少20匹马力 也正因为燃烧效率的不同 如何重新开发适应新型燃料的内燃机 以及让输出最佳化便至关重要 并且在上一年的季前会议上 各家车队一致通过了由红牛所提议将动力开发冻结提前一年开始 包含内燃机、涡轮、与动力直接相关的部件 以及激燃油等在3月1日之前仍有一次开发升级的扩打 而包含MG-UK、ECU以及电池模组等电系部件的开发升级期限 会在多加半年到9月1号 在各自期限之后随即进入开发冻结期 直到25年赛季结束为止 这代表接下来的4年之间 各大动力供应商均不得再对动力有整体框架上的变动 当前的动力开发成效将会直接影响到 未来4年各自动力阵营车队的竞争态势肖长 开发得当基本上等于一路顺风4年 相反的 在开发上出错可能连带导致未来4年战力受挫 除此之外 今年各自车队可使用在车辆升级 以及23年车辆开发的经费在内 预算将由上一年的1.45亿美金下降至1.4亿 在预算更为收紧下 如何在22年车辆升级工作及23年新车开发上取得平衡 同样看重车队在策略上的布局 除了开发经费收紧之外 赛会同时修改了车辆升级的指引 明定所有车队倘若在季中分战有任何车体以及空力上的升级 必须在第一次自由练习之前 23个钟头向赛会提供车辆变动的细节报告 以80开关站为例 第一次自由练习将在当地时间下午3点开始 代表各队必须在周四下午4点之前提交升级报告 并且在自由练习开始前90分钟必须进行车辆检测 以及在排位赛后30分钟 赛会会随机从5只车队当中调选车辆 并交由车队技术代表对车辆升级进行说明 以上的用意除了直接理解各队的升级策略 更让赛会能第一时间检查车辆和胡规则与否 当然除了车辆整体的外形大改之外 另一个肉眼可见的变化在于车轮的变动 13寸轮圈在上季完结之际同步走入历史 今年将全面改用18寸的轮圈以及体积大减的车胎 并额外加装外号人孔盖的车轮外照 在零件的分类上从原先各自车队开发零件 转为标准化供应零件 并交由轮圈大厂BBS统一进行供应 一来能与车胎供应商Pirelli达成更密切的合作以外 也为有效降低整体开发成本 反之也让各队的开发空间因而收窄不少 不过坦白说这个轮圈更像是早期车子里的备用车轮 或是货卡用的车轮并不是特别美观 加大的轮圈同时代表车轮整体尺寸及重量的增加 装备光头胎下直径从原先的660mm增大至720mm以外 原先前轮圈的重量从9.5公斤增加至12公斤 后轮圈从11.5公斤增重至14.5公斤 而这还是还没有算入四片人孔盖的重量上去的情况 基本上与去年赛车相比多出的43公斤重量就有近三分之一是增加自轮圈 在动力有机会因为燃料变动性能因而下修之下 赛车的加速能力可能比以往车辆来的差 而对车手而言 增大的车胎以及新增的导流液将十足影响视线 早在各车队的动态测试阶段 就有不少车手反应在进出弯时视线受到影响 在车胎方面 根据被耐力所透露的资讯 新一代的车胎将会比过往的车胎更为耐用 估计在今年正赛一停策略或是雨战一胎闯天涯将会更为常见 除了车胎的体积大幅缩减以外 今年的赛会被除了自14年起施行的排位赛车胎使用规则 就过往的规则来看 排位赛成功进入Q3的十位车手 在Q2刷出最快单圈的车胎必须用于隔日起跑 因此在Q2阶段除了推高单圈时间以外 还必须避免车胎过度使用导致正赛掉速 在新一版的赛事规章当中 便移除掉了排位赛车胎使用的相关规则 代表场上所有车手可自行选择起跑的车胎 在车队策略拟定上提供更加宽裕的空间 乍看之下 今年的赛事积分依然维持了过往使用的实名积分制 然而在历经上一季比利时战的配分争议之后 赛会在休赛季期间着手修改了现有的积分制度 以旧的规则来看 因为天后状况或是有重大事故 且有车手状况不明必须提前终止之下 当正赛进程不到表定距离的四分之三十 此时的积分将会打对折计算 然而在上一季的比利时战 由于天后状况未见好转 导致正赛在几乎是由安全车全程待场之下被迫结束 在等于没有比赛的情况下 依然能够进账积分自然引发了外界不少的声音 于是在新一版的积分规则当中 在正赛距离不足两圈或是全程由安全车待场的话 将不会发出积分 而当正赛终止当下行进距离来到25%时 此时仅有前五名的车手能获得6至1分不等的积分 在正赛进程停在25%以上但不足50%时 此时会变成前九名的车手得以拿到13至1分不等的积分 而当进程超过一半但不足70%时 此时就会变成前10名的车手可以获得19至1分不等的积分 当然正赛行进超过75%之后 就会按照现行的积分系统进行积分 除此之外 今年的冲刺排位赛积分规则同样扩大了积分圈的范围 从上一年仅有前三名完赛车手能够获取积分 今年积分圈增加到了前8名的车手 在冲刺排位夺胜的车手将可以拿到8分 第二名7分接着依此类推 这代表在有冲刺排位的分战 单一车手最多可以在整个赛事周末最多进账34分 积分圈扩大让冲刺排位的成绩 随时可能成为各自集团混战的决胜关键 毕竟在上一个赛季 第五名的Signs 第六名的Norris 以及第七名的Leclerc 三人之间仅有5.5分的差距 在新的积分规则之下 冲刺排位的名次先后可能就是决定年度名次顺序的关键因素 最后当然就讲到今年整个赛事裁判团人士的异动 在历经上一年阿布达比战最后5圈的风波之后 新任FIA主席Ben Sleem 承诺会就整个赛会的结构以及规则进行检讨 在过了近两个月之后 FIA在2月18号公布了全新的赛会架构 以及裁判系统的更动 讲直白一点就是有人因此丢了乌纱帽 原先的赛事总监Michael Massey遭到解除职务 新任赛事总监将会由前WEC赛事总监Edwardo Freitas 以及前DTM赛事总监Niels Fittig共同担任 将会在今年各分战之间轮流执掌赛务 并且网罗了前Brabham车队经理 曾在Charlie Whiting担任赛事总监实习的副手 Michael Herbie Blash担任高阶顾问 并自22年赛季起协助两位新任总监 摊开两位新总监的背景 Edwardo Freitas在02年首次接任FIA GT 以及欧洲房车大赛的赛事总监 并在12年接任辅成立的WEC世界耐力锦标赛赛事总监 长期以来要面对的是动辄超过40辆赛车 以及6小时起跳的赛事 论单一赛事的任务绝对不输F1 而另一位总监Neil Spittig 除了担任DTM赛事总监以外 在近年同时单纲F2 以及F3的赛事总监 论经验及资历 两人的确是新任总监的不二人选 只是啊 当FIA需要同时拉提两位新任总监 外加一名高级顾问时 不免引人好奇 究竟Michael Massey 过去三年扛了多少责任在身上 以及这两位新总监 是否就是兵士主义的人选 除此之外 FIA在今年首度引入了VAR系统 也就是在各大球类赛事当中 常见的电视辅助判决 在赛事期间协助裁判团 进行为例状况判定 而未避免如上一季 各车队经由通联系统 对裁判团疲劳轰炸 导致的误判或决策错误 各车队与赛会之间的通联系统 将不复使用 代表今年的F1赛季 将不再出现所谓的FIA Radio 不过仍能在有限的状况下 向赛会提问 目的在于让赛事裁判团 进行执法时能够不受干扰 并在较为中立的环境下 做出判定 那当然以上的组织变化 能否减少争议 仍必须等到开季 方能知晓 那么这次关于新赛季的 规则变动减速就到这边 话说今年的车辆规则 大概有机会让原先 卫储中游的车队战力获得提升 距离正式赛季 仍还有不下三个星期 本来在去年就已经张力十足的赛季 有机会升级成多场大乱斗 那就下部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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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